好了接下来我们看第二章的历界part2的部分 以x-alpha与x加3alpha分别除代数是x3次方加4x平方加x-2 那如果你这个代数是假设它是fx 我们把它叫成fx的话 代表说它falpha等于f-3alpha 对吧 那如果这样子的话 我们就分别的带alpha和-3alpha带进去 得到的是相等的 然后alpha可能是多少 我们带alpha进去 alpha立方加4alpha平方加alpha-2是左边的 -3alpha就比较复杂一点 -3的立方就会得到-27alpha立方 -3的平方得到99436 所以是36alpha平方 再来-3alpha直接带进去 再减2 那这个减2减2应该是可以去掉的 全部移过去左四我们就会得到 正的27哦 27加1等于28alpha三十方 4减36得到-32alpha平方 这个移过来 1加3等于4alpha 那这三四的系数好像都是4的倍数 所以如果我抽4alpha出来 它就会得到7428 所以是7alpha平方 32的话呢是4832 然后就会得到-8alpha 然后呢这个4alpha也抽出来了 就会得到加1 再来呢这个因式分解 你就会得到7alpha解1 还有alpha解1 -1-7得到-8 那就会得到alpha是等于0 或者是alpha是等于7分之1 或者alpha是等于1 那在这边呢 它后面给的答案呢 是没有等于0的 那我猜啊 因为为什么没有这个解呢 因为你如果alpha等于0放进去的话 它就不是分别除以这两个东西 因为你x减0 还有x减0加3乘0 所以这两个其实是一样的东西 那你为什么叫它分别除呢 所以就变成了不合体一 OK 所以它可能是这个原因 所以认为说alpha等于0呢 就不适合取的 因为这两个就不是两样东西来的 就是这样的意思 OK 还再来看这一题 第二题 x加1x减1呢 是这个代数式的两个因式 还有呢 那它假设这个代数式 我们一般上就设成fx了 呃 假设这个代数式呢 再除以x减2 就是xf2了 得到余数是12 它要你找abc 那这题因为这两个是因式 所以我可以直接设说这个fx本身 你要想一下啊 我可以假设fx本身是x加1乘x减1 因为它x立方这里的系数是1来的啊 代表说我还有多意思呢 我可以把它直接设成X加 不要用ABC了 因为它这里用了 为了不要混乱 我们可以设一个叫M OK 所以呢 像这个M怎样找 我们可以带这个22进来 对吧 我带F2 等于12 2加1 等于3 2减1等于1 然后2加M 所以3越减3得到4 这个E标里它 2移过来M就会是等于2的 所以换句话呢 就是说这个方程式呢 就是X加1 X减1 还有X加2 对吧 那X加1X减1你直接可以乘起来吗 因为前加后前减减后 就会得到前平方减后平方 X平方减1 然后呢 我再展开这个应该就可以达到ABC了 这个乘这个X立方 这个乘这个2X平方 这个乘这个负X 这个乘这个负2搞定做工 A就会是等于2 B就会是等于负1 C就会等于负2 可以了 好容易了 有一些同学就会认 有一些同学 我必须要讲说 有一些同学他放说 我这个F-1等于0 我带XF1也等于0 他带进去 他就讲说 我还有这个F2等于12 我全部带进去 我就会有ABC三个位置数了 对吧 但是这个做法 老师跟你讲 你就会有三个位置数 解三个 三行的方程式 这一种情形 我们叫做三元一式联利方程组 不是说不会 不是说很难做啦 是我们课程内的 但是呢 他会比这个方法来的复杂一些 OK 而且那个我们是会安排在我们的初二 不是初二 高二的时候呢 才会再上了 OK 三元一式呢 我们还没 老师说是还没上 好 这样子 可以哈 所以这个呢 我是建议用这个方法 第三题 PX是十 新数多项式 且PX除以X-E 的余式为E 除以X-2 余式为负E 代表说我们的F1 F1是等于负E F1是哪一个E吧 F2是等于负E 应该是F2 你是不是这边弄错了呢 F1等于E 这个是 P1等于E 还有P2等于负E 然后呢 然后呢 他要找说X- 除以X-E和X乘X-2的这一次的余式 你就可以把它设成余式为AX-B 因为这两次相乘就会有X平方 这样它余式就会少一项就变成AX-B了 那这样子怎样解呢 你就带E进去咯 带E进去前面这里等于0 这个就会等于E P2等于负E 就应该是这边弄错了一下 然后1-E是0了 这是整个可以用看的 所以就会得到 你看啊 为什么你会有2A呢 你放E进去 E-0 E-1等于0 这整个可以等于0的 你不用看的 剩下A乘E是E 所以它应该是会得到A加B是等于E OK 可以吧 我再讲一下 就是说你带FPE的时候 它会等于E 然后这个X带E的时候 这一项是0的 因为它0乘任何数都是0 然后呢 1乘A等于A 加B 所以它基本上是A加B是等于E 在带2的时候呢 刚好又有2-1 所以它其实设计好了的 为什么是P2 因为它就是 你看这个东西跟这个东西一样 这个东西跟这个东西一样 所以它必然的 它前面一定会给你得到0 那我等带2的话呢 就会得到2A加B了 有没有 它就会等于-E OK 所以你这两个方程是好像得不对的 OK 好 所以我们再争处一下 那之前找A 我们就这个减这个等于A 这个减这个等于-2 A等于-2 A等于-2 B就会是等于3 -2移过去加2 OK B等于3 所以于是 于是有了 于是是-2 X加3 可以吧 OK 找到了 OK 变化 的东西来的 变化在哪里 变化在说 它现在也还是除以 X减E 所以刚好我画 圈出来 应该是这里 现在的是 它不是PX 除以X减E X减E 它是PX加2 除以X减E X减E 2 2了吗 那 我们从这个原本的方程式 要怎样看呢 我们从原本的方程式 其实 我把刚才的 于是 有没有 我把刚才的 那个得到的答案 带回进去 我这个的方程式 由于没有威胁 我就写旁边 我没有写在 这个 所以你看我得到了这个 PX加等于 X减E 乘上X减2 然后呢 QX 然后AX是什么 就是负2 负2X加3 我得到这个东西 它要PX加2 我这个移过去 是不是变成加了 对不对 所以就是说PX加2X 就会等于X减E 乘X减2 乘QX 再加3 所以呢 变成说 你那个2X过去 它的于是就会是等于3 所以它这里 它也不是说 问于是 你看到它问什么 它问于数 所以它也知道只剩一项 OK 所以这个余数呢 余数呢 就会是3 这个就变成余数3了 就这么简单 把这个-2X移过去左边就可以了 OK 大概是这样 你有兴趣 要在什么呢 如果你有兴趣说 要再 定正一下 你可以定正 然后再教你上来 可能在纸上 OK 好 第四题 两个多项是 它除以X平方加2 加X加2 主要这个 是三项的 对吗 三项的话呢 我们唯有最多也只能用 分离习数法 所以它讲说 于是是相同的 所以我们分别除了 2加3加A减3 除以这个1加1加2 2乘1等2 2乘1等2 2乘2等4 3减2等1 A减4 等于这个 -3以下来 1乘1等1 1乘1等1 1乘2等2 A减4再减1 所以是A减5 -3减2就会等于-5 对不对 再来另外一个呢 就是1加4加1加B 除以这个1加1加2 1乘1等1 1乘1等1 1乘2等2 4减1等3 1减2等于-1 B拉下来 3乘1等3 3乘1等3 3乘2等6 -1减3等于-4 B减6 就是这一边 那我们再对比一下 因为它讲说 于是一样 A减5就会等于-4 对不对 A减5等于-4 -5移过去加5 5减4就会等于1 A等于1 还有的就是B减6 对吧 等于这个-5 然后B减6等于-5 6移过去 6减5又会等于1 所以这题是A等于B等于1 OK就是这样 第五题 如果一个多项是 Fx除以X减2X减1X减2 它的余式是2X加5 那F3等于5 还有Fx除以X减1X减3的余式是多少 这一边 它讲它其实第一句话 那我讲说Fx等于X减1 除以X减1X减2就会有一个QQX 就会等于就加上这个AX2X加5 它其实是这个意思 但是其实我们不用找这么多东西 因为这边是有X减1 所以我们带E进去哦 我就会得到F1 这个1减1等于0 这整项等于0 然后这个E带进去 1乘2等于2 2加5等于7 所以就会得到F1等于7了 你也可以带F2进去 但是F2没有用 我可以告诉你 没有用 不需要用 然后呢 还有F3 因为这个X减1X减3 所以F1需要 F3需要 其实F2就不用了 所以我们要找的是 X减1X减2的时候的余式 那个于是我们就设AX加0 这个呢 这个最好你会放成 如果这里有出现QQX的话 这个应该就叫Q'X 也就是说它的这个多项是会不同的 OK 所以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带E啦 带E是等于7 这个等于0 这个等于A加B 这个就会等于 等于它 A加B 带F3的时候 它会等于5对吗 3A加B等于5 这个1 这个是2 我们用2减1 5减7等于-2 3减1等于2AB减B去掉 A就会是等于-1 A等于-1移过去 B就会是等于7加1等于8 对吧 B等于8 所以我们的余式 我们叫它RX RX Stand for Remainder -X加8 就找到了 OK -X加8 再来看第六题 以至FX等于X立方加PX平方减7X加Q 有因式 有因式代表说它是Factor 就是F1和F2都等于0 这个是它这两个是因式 然后呢 是球P和Q 那也就是说这两个 我带E进去它会等于0 带E进去等于0 我们就会有P跟Q了 所以我们带E进去啊 E加P减7加Q等于0 E减7等于-6 移过去对面加6 P加Q等于6 我们再带2进去咯 2的三四方等于8 2的平方4 所以是4P 2乘7 724-14 再加Q 那8-14等于-6 移过去加6 4P加Q也等于6 那你这两四相加就会等于 3P就会等于6-6等于0 也就是P等于0 一P一带0Q自动的就是6 所以它的这一边 P是0来的 OK P是0 Q是6 你再带回进去 它还要找剩余的因式 我们带回进去啊 它就是X立方 这个区调 因为它是0 减7X加6 那我们就做这个综合处法了 我们知道说X等于1可以 X等于2可以 X等于1 1拉下来 1乘1等于1 1加0等于1 1乘1等于1 1减7等于6 -6乘1等于6 然后呢 再做2 因为2也可以 1拉下来 1乘2等于2 2加1等于3 3乘2等于6 然后呢 还有就是X加3的这一项 所以剩下的这个因式呢 就是X加3来的 OK 第七题 求一个三项多项式 三项多项式代表它是X立方 对吧 它有X立方 这一句话代表说它有 X-2 还有X加3 是因式 再来呢 它就会还有这两个 那这一题的做法是这样 就是说我们设FX 等于X-2 X加3 还有AX加B 为什么是AX加B 不是AX平方加B X加C呢 因为如果我是X平方的话 再乘X再乘X 它就会变成X四四方了 它只是告诉我说 它只有三项 好 所以我们就设成AX加B 那这一边A跟B怎么找 就靠这两个 然后就靠这两个 我看一下你的做法 奇怪啊 你的这个FX怎么找到 好像是没有提示的 OK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FX我们看一下怎样找 那这一边我们就带E进来 F1等于8 因为它叫F1等于8 E带进去 所以1减2等于负1 1加3等于4 还有A A乘1就是A啦 A加B 所以这个呢 越减得到2 A加B 负1过来 等于负2 这个是第一个方程式 第二个方程式 就带负2进来 会等于28 负2减2等于负4 负2加3等于1 还有负2A加B 7是28 我们就会得到负2A加B 等于负7 这两次相减 我们用第一次吧 第一次减第二次 就会得到3A 这个负2加5 加7就会等于5 看看啊 为什么那个A这么丑 对入我 负4 我发现没有分数吧 哦 我在看一下啊 X减2 X加3A X加B 在1的时候会负8 sorry 负8 看到吗 负8来的 这样的话 这个应该是正2 啊 这样就合理了 好 正2 对 这样负符号很重要啊 OK 所以这样子的话 负8 这个减这个就会等于9 A就会是等于3 A等于3B就会是等于负1 对不对 3移过去2-3 等于负1 负1 然后呢 我们再带进去 这个方程式 啊 好像不是很宽负啦 我们再 开个一点 OK 所以那个A是等于3B是等于负1 我们再写一下 我的Fx就找到了 我的Fx就是 X减2 X加3 还有3X减1 对吧 3X减1 所以在Fx 它其实没有要你找Fx 它只是要找说 当你除以X减 X加1的时候 余数是多少 我们知道这个 这样子的话 我只需要带X等于负1进去 就可以了 所以如果我直接这样子带 负1减 负1减2就会等于负3 负1加3就会等于2 对不对 负1乘3就负3减1就等于负4 所以就会得到负负得证 42883 4288324 哦不对哦 答案是24 答案是 他有 其实他这里有两个问题 他要求这个Fx 所以这个我们 我们还不能这样子 直接这样子做 sorry 这个还是必须要展开它 因为在这边 他其实是有问你Fx等于多少 虽然他很多同学讲 老师我这里已经给了吗 对不对 这个也应该也是没有错了 但是我们还是最好还是要展开它 x平方 加3减2等于加 3乘2等于负6 ok 然后呢 再乘上这个3x减1 我们有3x 3x 例方 加3减1等于加2x 平方 638减18减1等于减19x 最后负6乘1就会等于加6 所以他最后那个Fx 所以他最后那个Fx是3x 立方 加2x平方 减19x 加6 我看一下对不对 x 这个就对了 3x立方来的 加2x平方 减19x 加6 我不晓得这个是做错题目还是什么呢 啊 做错不同的 不同题目吧 ok 所以这题不太对了 不太对 ok 这个做法才是正确 好 再来看这一题 若函数Fx除以x加2 得到余数5 代表F-2是5 除以X减2 余数是-3 代表F2等于-3 再来他除以X平方减4 这个他其实是 前加后乘减加后对吧 X加2乘X写2 也就是说我代2也好 代-2也好 这一个呢都会等于0的 所以我们就现在他要问说 我能处以这个呢 我们的余数呢 我们就设成AX加B了 ok 一样的一个做法 -2代另外他就会等于5 -2这个就会等于0 -2A加B 还有代2的时候等于-3 -3就会等于2A加B 这两次直接相加呢 就是5-3等于2B加B等于2B B就会等于1B等于1再带回进来 第二次E移过去减4对吧 减4除以2等于减2A就会等于-2A等于-2B等于1 那这个余数就是-2A的 在这个余数月酵4就是-2A加B的 也好 那再来看这一提 S方 X立方加4X平方加X减6等于0 那如果根据我们这一张的做法呢 因为X立方我们是那个 X立方的话我们是可以按计算起的 对吧 我们来按计算起 Equation OK 按U3D A等于1 B等于4 C等于1 D等于6 OK 所以X等于1 -3跟-2 那X等于1的时候应该就是 -1 -3的时候就是加3 然后加2 然后我们也偷懒一下 反正因为这里是 sorry -3跟-2 因为这里是什么说呢 这里是选择题嘛 那你可以说考试的时候 你也不用去理他这么多 然后呢再加起来就是-3 1-3-2 所以就会等于-4 慧柔做的做法来讲呢 他就讲说 我有 我有什么呢 就是他的 他看到系数A B C 其实这个不对啊 这个其实因为他是三四方 他正确来讲 他是有A B C D 分别是141-6 然后三根 三个根的合 你很好像是根据回那个-B除以A 这个是我们两项的时候的一个 那个公式 那个是 两根之合 是-B除以A这样子的一个情况 但是这里是三项 是不是有一样同样的一个一个规律呢 其实答案是有同样的规律 所以这题这么碰巧 他不是碰巧 这个其实叫伟达定理 如果你们有兴趣去找的话 Vitas Vitas Formula 所以他其实不只是二次项 一元二次方程式有这样的一个规律 多项是三项也好 三次四 四次四 他其实都有这样的一个规律 所以那个三根之合 刚好就会是等于-4 除以A 所以他答案是B是没错的 当然你也是可以推倒的 你就讲说 我的三个 三个 三个解应该是 Alpha Beta Gamma 你就设成Alpha Beta Gamma 你会发现到他展开的时候 他的X三四方没有影响 第二次就是-Alpha Beta Beta Gamma了 对不对 这个乘这个 这个乘这个乘这个 就会有X平方 这个乘这个乘这个 就会得到负Beta X平方 这个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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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得到负Gamma X平方 建议你直接用这个找出来的做法 找出他三个结 然后再加回起来 反正他也没有说太难 alright 那 好像是最后题了 最后题 不允许使用竞算机 但是你还是可以投用的对吗 OK 所以我们来投用一下 因为他是立方 所以A是等于E B是等于13 C是等于0 D是等于-4 OK 然后呢 就可以说这个是2X-E来的啦 还有负2 负2就是加2啦 还有这个是3X加2来的 所以先做一个负2 6拉下来乘负2等于负12 加起来等于1 1减乘负2等于负2 负2加0等于负2 负2乘负2就等于正式 过后呢 再除以1分之1 6拉下来 6乘负2等于3分之1 3 3加1等于4 4乘2分之1等于2 然后呢 记得要除以2等于3 还有2 3X加2 所以就会得到2X-1 乘上X加2 还有乘上3X加2 再来据此 去找这个等于0的时候 X就会是等于2分之1 或者是 你自己看不懂你自己的字吗 这个应该是负 正2来的 所以这个应该是负2啦 负2 然后这里应该是 以过去应该有负对吧 负3分之2 OK 非常可惜 非常可惜 你的答案其实在这边的吧 对不对 应该是一定要是负2 一个是要是2分之1 OK 所以大事上是这样子 是2分之1 OK 是2分之1 是2分之1 2分之1 感谢观看